第一次的政策政府 過去的法律劃稿 向全國人民 報告 三差十一 道歉下台 國會應該要做國會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起碼今天是上班日 人民不是繳稅金之後 來看大家演馬戲團 國會不應該變成是一個馬戲團 現在應該是 大家來 質詢行政院長 實質的去監督行政院 或者你現在這樣有在監督嗎 這樣有在監督嗎 這樣只是在幫他 護航而已嘛 國民黨用這樣的方式 才是在護航 你這樣的話你還敢說你在領人民的薪水嗎 國民黨不要再演了啦 國民黨不要再演了 每次都演這一招 把國會當做馬戲團 國民黨不要再演了 你連民國都不敢寫出來了 你還在那邊講說你要霸佔什麼 你還在哪一場 笑死人了 我質詢蘇貞昌有要到實質的東西 你質詢蘇貞昌結果被他反黨 所以國民黨 就是不敢質詢蘇貞昌 怕被蘇貞昌反黨 對不對 非常簡單的道理啊 我的做法就是直面對決 你的做法就是不敢質詢蘇貞昌 我們的差異在這裡 我們不敢一直政黨 我們需要的是認證監督 希望要求是對的政策 而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完全無法為台灣社會帶來好的方向 我們身為一個在野黨 就應該要實質監督 我們就應該要質詢 讓民進黨好好來面對 而不是這樣瘫痪異常的方式 讓民進黨根本沒有辦法面對問題 希望國民黨真的不要在乎好民進黨了 國人都在看 國人都希望台灣可以進步 台灣可以變得更好 但是國民黨一再用這樣霸佔議場的方式 讓我們作為一個稱職的在野黨 連要求質詢的機會都沒有 連我們能夠要求民進黨來好好檢討的機會都沒有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負責的在野黨 請國民黨讓我們有機會實質監督 實質質詢 實質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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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貿易公務委員會 出現lig局的已經很消 vase 實質監督 疫情分架 我們有給你 Demon 是参加軍大法 可以否決嗎 想 дел一下